好,大家中午好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中午的学研课程了 先来说一下市场 那么今天从指数层面上来讲呢 也是分化开始加大了 所谓的分化加大就是 创业板指数盘中一度涨了3% 对吧 然后上证跟科创板指数曾经是绿盘 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曾经是绿盘 一度是早上下跌的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明显的分化 好在什么呢 好在大盘的分时呢 是黄线在上白线在下 这个就蓝线代表着黄线嘛 白线就是黑色的线 就代表着这个白线 那也就是说今天整体来讲呢 个股还是偏涨多跌少的 对吧 不过呢 板块的轮动节奏还是蛮快的 个股分化的情况也很严重 北向资金呢 今天是逆势 一个早上上午逆势 流出了50%个亿 对吧 那么北向资金呢 最近反正因为从上周开始是持续流露 但我之前跟 这个我 我们课程当中也讲了 对吧 就是 美联储的这个75个基点的加息呢 大家现在都不以为然 都觉得好像很正常 对吧 这个符合预期等等 反正现在因为自媒体啊普及很厉害 就是那些人可能就是大家抄来抄去 然后呢 很多人去看这种观点 看了以后呢 就觉得 这个 大家都觉得很好嘛 没什么问题 就是 大家都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但如果说我说 这个美联储的加息 到下一次依然超预期就通胀很难控制的话 那么 整体来讲 全球的金融市场很难说 哪一个都完全能够独善其身 对吧 所以这个呢 我觉得还是要 当做一个警示性的东西 你不能说 就听别人讲了 啊 这个反正 现在A股就是牛市了 对吧 然后这个一路向上了 我觉得 嗯 从月线的角度上来讲 我跟大家讲过的 就是月线再怎么着 一把要上上凸 我觉得很难 它当中肯定会有一些 就是日线的回踩吧 总会要有的 对吧 那么现在来看呢 就是日线很强了 就这一波走得很强了 走到今天第34个 呃 上周五啊 对吧 上周五就35 34个交易 今天35个交易 我在这里说一下 呃 短期来讲 我觉得 指数大家不用看得太好 我认为会是一个震荡 今天呢 第三天嘛 一般来讲 这个上影线 在三天之内吃不掉 就这个当时的放量的上影线嘛 就是358点 三天之内吃不掉 这根上影线 我觉得短期至少是震荡 就是我们以前讲过 就是一个股票 处在一个大的上升过程当中 比如说处在一个 一波上升的途中 如果股价连续三天 不能创新高 你就要小心了 就有点像 创不了新高 可能我需要 需要先兑现点利润 这个团大家都知道 对吧 就是从节奏上来讲 你就要兑现点利润 那么指数也是一样的 就如果 三天创不了新高的话呢 那你要稍微做一下防守 那这个防守就是 尽量别把长短压的太满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你要设一个防守的身位 守卧的防守身位 比如说是五天线 对吧 也可以嘛 那就是五天线的位置 就在3300点嘛 所以我说了 短期就是看3300点的这个防守 这是一个五天线的身位 第二个呢 就是设一个趋势线 趋势线的位置 其实就是在十天线的附近 在3270点 那把这个就设好 那么也就是说 在3300点之上 你可以做滚动 就叫 就是我认为就是指数 可以 呃 不太在意 然后呢 主要就是说一些 个股的滚动 或者节奏的 这个 就是把握 对吧 就个股的一些节奏的把握 那么这是从这个上证最快来讲 那创业板 创业板呢 很强 今天又创了新高 对吧 然后呢 今天也是碰了这个上方的这个压力线了 对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半年线 对吧 那么 半年线的位置是在2711点 对吧 今天上上 就碰了半年线 那么 创业板属于是之后的 因为 上证指数在 这个上周的时候就碰了半年线下来 对吧 所以创业板是之后的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深圳志 深圳志今天也是 试图向上冲半年线 对吧 那么其实就是 大家就是一个目标了 就是去做半年线 然后000688的这个 科创板指数 科创板指数离上方的半年线 还有一段距离 而且他要去碰半年线 他要突破这个前面新高 所以概率上来讲呢 科创板的概率相对偏低 相对偏低 所以这个呢 就是 现在的现状 对吧 那么如果说 当创业板也完成了 触碰半年线 当深圳志也完成了触碰半年线 那么 上证这个地方 就是我说上证这个地方 不再创新高了 那这里可能会面临的 一次震荡 那么我把大的结构说一下 由于上上证指数已经突破了 就这个地方是有效突破的 对吧 已经突破了这个 这里的地方 就直接就3250点这个位置 如果你说 看高点呢 就3290点 对吧 直接就3250点这个位置 那么也就意味着 技术层面上来一下 这个地方它是突破了 后面的回踩 就是后面 无论用什么方式来做回踩 对吧 日线的回踩 深厚的钱 破2863点的概率就很 很小了 或者说破2863点的技术上的这个概率被封杀掉了 对吧 因为它这个其实就是什么叫落反 落反就是过不了这个区域 然后折反 那还有破破低的概率 或者说撞双低 那现在来讲 它等于已经把这个 就是我们讲的有点像指数上做了破底翻了 对吧 指数就是破底翻 破底翻大家都学过 就是这里有个低点 这里有个低点 然后下一次低点起来的反弹过前高 就过了这个高点 那就是有破底翻 那既然这个是破底翻 对吧 就是我们讲的破底翻 那破底翻后面的走势 就两种 一种是主动回踩 一个是震荡来消化调整周期 就两种走势 然后向下一个目标点进发 那么下一个目标点的压力位置在3450点 就在3450点这个位置 所以是不是到了3450点才会出现更大级别的调整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那么 反正这个地方 如果它是用横盘或者震荡来代替调整 那么下一个到了3450点这个位置 对吧 或者高一点吧 就是3450点到3500点 那么到了这个位置 那么再出现调整 那这个调整的力度就会相对比较大 或者说那个时候的这个一笔 调整可能是比日线级别的调整要更大一点 甚至可能会面临周线级别的调整 所以反正就是调整 我觉得就是早晚的事情 就是在这一轮的上涨的过程当中 就是反弹的过程当中 或者说是在这个 现在目前来看是反转的过程当中 对吧 那反转我们假定说这是第一浪 对吧 那第一浪完了以后 它 比如说我们拿周线来讲 这是第一浪 对吧 那第一浪完了以后 那肯定还有个二浪的回调 无非就是这第一浪的力度强或者弱 对吧 就第一浪涨完以后 它肯定会有个相应的二浪回调 二浪回调以后才会有三浪的主生 是吧 这是从周线的角度上来讲 日线就是这么回事 所以呢 如果强 整个市场强 包括外围也不弱的话 那这个第一浪就是在 短期就是这个六月月末效应 或者到七月份 有些业绩影响的情况下 它可能是一个震荡叙事 那震荡的叙事呢 其实就很简单 3200 3300 3350点 对吧 到这个 3190点这个区间 我大概画一下 就是这个区间里面 就大概在这个区间里面 对吧 就大概在这个区间里面 做一个震荡 无非就是震荡的强落 然后来化解调整的周期吧 等到这个调整的周期化解完了以后 它应该继续在墙上 继续在墙上 那么 如果说 把这个 时间周期延长的话 就是今年的话 对吧 我觉得到 10月1号之前吧 就到10月1号之前 我觉得 整体市场 应该都是处在一个 上升的 大周期里面 就上升的大周期里面 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对吧 那么 也就是说 这一轮的反弹 现在 这一轮的行情吧 现在是走了 三四五天吧 三四五天吧 对吧 如果用长周期来讲的话 那就是至少会走 九十天左右 八十九天到九十天这样 就是 所以时间上还早 然后呢 结构上其实就是要防回踩 对吧 这个回踩当然是它有主动回踩跟震荡 现在来看呢 震荡的概率偏大 因为为什么呢 成交量保持的很好 整体市场的 今天早上一个小 这个早半天的成交量 又是七千六百亿将近 对吧 七千六百多亿 那么七千六百多亿的 这个成交量 显然 你只要跌下去 它底下就有承接 承接力度很好 虽然今天是北向资金减长的 对吧 除非北向资金是连续减长 或者说 外围市场又开启新一轮的下跌 那这样的话 可能会对A股短期 有一些影响 不然的话呢 它这种 一万以上的这个承接呢 就是 等于说有人抛就有人买 有人抛就买 那整个市场就会 最差的结构就是一个震荡 对吧 就是一个区间震荡来消化 这个调整的周期 好吧 这是从 指数的层面上来讲 反正跟大家讲过 一个是 防守的趋势线 一个就是五路均线 到了五路均线 如果跌破了 那就 就时间就3300点 如果破了 那就所谓 小心点就是 不要说再加大仓位 或者说是不要去追高买股 然后 趋势线这里只要有支撑 那就把 封低再可以加仓 或者说封低把仓位加回来 那么再跟他做 对吧 直到趋势线跌破 那你就可以再做检查 大概就是这种情况 因为上证指数是率先创的新高 对吧 然后你们看到创业板 就是实际上不是率先创的新高吧 就是率先去打了半年线 然后才是创业板 然后才是生成指 对吧 就是它是一个次序 所以我们要看的就是很简单 上证指数是不是会转弱 因为之前最强的是什么呢 000688 对吧 所以你看 000688就很明显 它是先转弱的 到现在都没有突破 先转弱的 那么接下来就是 就是看上证指数 上证指数是不是转弱 对吧 创不来新高 然后才是创业板 然后才是创业板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平均股价指数 平均股价指数 今天也创了一个新高 因为我之前跨了 对吧 那创了一个新高 很大程度上来 最高价股 那高价股是什么呢 类似像 收入大涨的茅台 对吧 今天平排 然后是那个叫 000661的长春高新 对吧 今天继续涨 那这个是 就是我们讲的之前的 是各种茅吧 对吧 长春高新算是 算是这个以前的 疫苗类的茅 对吧 然后还有呢 就是宁德时代 这样的高价股 对吧 那他一涨 就把那个平均股价 给拉上去了 那么今天创业板指数的上涨 就是跟宁德时代 卖位 这个是什么 锦浪股份 对吧 它是涨停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这些高价股 对吧 然后是 卖人医疗 然后这个 伊威力能 是有一定的关系 那么 基本上就是 这一类的个股 就是他们的上涨吧 占据了 主导了指数吧 应该是这么说 就主导了指数的大半 就是比如说 指数涨60个点 他们可能就 贡献了40个点以上 对吧 就是这一类的 权重类的品种 所以主要 创业板还是靠权重 今天如果不是宁德的 大涨 那今天创业板指数 可能 整理涨幅 就跟深层值差不多 就跟深层值差不多 也不会涨那么多 所以就是 这个情况 那反过来 000688的 这个科创 武林 对吧 今天表现的一半般 或者说 整体表现是 比较差的 那这也跟他的 一个权重有关系 权重里面的 军事生物要 又要展开 新一轮的融资了 就是蒸发了 可能市场觉得 就是 怎么说 就是 在整个流动性 比较差的情况下 对吧 进行大额融资 可能大家就用掉投票吧 所以今天又是一个 很明显的这个回调 我从 基本面上来讲 我觉得军事后面的 成就可能会比 其他几家 在港股上市的 就是 同样做这种 生物药类的 对吧 就是创新药的公司 要来得更好一点 我觉得他的研发 实力还是很强的 之前的这个 杏达生物嘛 对吧 杏达生物现在 市值都比 军事小了 所以 也碰到了这个 就是 新药的瓶颈 那么 其他几家可能还不是 军事生物的对手 好吧 那么 这个是 就是简单说一下 指数吧 对吧 反正指数呢 后面就是 一个是 后面 后面两天 就是看创业板指数 是不是创新高 深层子 是不是预阻回落 对吧 我觉得反正到了 月末时间点吧 就大家还是要 预防这种 盘面的矩阵 因为之前 其实我们看到过的 就是 整个的调整 它是用单日调整 就是砸下去 马上收回来 对吧 砸下去 马上收回来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说一下 如果在这个地方 它出现一个震荡 修整 我觉得是正常的 因为它要叙事往上攻 那么下一段 就是从 板块的层面上来讲 我说一下 下一段 再要往上攻 大家要考虑的是什么 这一段 就是 我们看到的这一段 是什么呢 很明显 就是 从上周到今天吧 对吧 就从上周到今天 大家会发现 其实指数长得蛮好的 但是呢 个股分化也很严重 如果你手里 不是金融票 不是新能源赛道票 不是核心资产票 其实你会发现 是跑输市场 对吧 就你会发现 你是跑输市场 很明显 就你不是在 这个板块里面的 你基本是跑输市场的 没有什么太大的 包括你的这个 这个 持仓市值 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这也是为什么 我说 要让大家 就是控制仓位 比如五成 或者说 五成左右 都可以 对吧 就是 好的时候 可能就是五六成滚动 差一点就是五成 或者五成 一下滚动 那么一方面呢 不失掉仓位 因为可能会有 轮涨轮到 这些股票 第二个呢 就是你剩下手里的钱呢 你可以做小过段 对吧 就是你只要 保持滚动就好了 可能你说 今天七成了 明天涨了 我就扔掉了 可能又变成五成 对吧 就大概这个意思就是滚动 那滚动的方向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 来自于 赛道这一块 来自于资源这一块 还有呢 就是一些 你手里的肠位 比如说旅游酒店啊 这类的东西 你可以加肠 对吧 就是跌的时候 你可以加肠 肠下去 你把它扔掉 就始终维持比较低 肠位就为我五成 就大概这个意思 那么 最近来讲呢 我从板块来讲 其实新能源汽车 我们讲一下啊 板块来讲啊 就是 车嘛 对吧 新能源汽车 就新能源汽车 涨到现在这个地方 就已经涨到现在这个地方了 对吧 就涨到这个地方 那我觉得 就它进入到了这个嘛 就是这里的位置嘛 就是大概这个位置 对吧 其实就是一个高压区了 因为你到这里的时候 就是这里就是一个高压区 那涨到现在来讲 新能源汽车的性价比开始变差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在这个位置 你再进去追高 你指望说 它突破历史新高 对吧 就是突破去年新高 对吧 就突破去年的这个高点 那 第一个我觉得 就是 盈亏比不划算 第二个呢 很多时候就是 比如说龙头吧 中东客车 对吧 中东客车 中东客车 那 现在来讲 它还是很强 对吧 就强势运作 那你也不知道 它哪天会开始补跌了 对吧 那如果中东客车出现了 补跌或者退潮 那么整体来讲 对新能源汽车板块 就是个副反馈 如果整车这边 先出现副反馈 那么接下来 可能就是上游的 李矿 对吧 李廉池 然后包括宁德斯泰之类的 都有可能会调 都有可能会调 宁德斯泰现在其实 也是反弹很强吧 但是他就是进入到这个地方了 对吧 其实就进入到这个区域 进入到这个区域 那么这个区域可能也不 不好说 就马上就能一下子突破 对吧 虽然成交量各方面都还可以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从这个地方下来的 筹码压力还是很大的 对吧 所以呢 包括宁德时代 可能从 我拉一下吧 就是 从技术上来讲 在网上 他正好反弹到50位置 对吧 就这个点到 这个点的 就下跌的 正好反弹到50位置 所以性价比也变得 比较差了 性价比也变得比较差了 那么这个性价比变得比较差了呢 就是你再去最高 其实空间就不大 其实就是空间不大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 就是后面可能要观察了 对吧 就是到了 赛道这块 不管是这个 锂电池也好 还是说这个 就是 怎么说 就是 上游的这种锂矿 以及整车来讲 其实就是 面临着一个 比较尴尬的竞技 就是上方已经到了 比较明显的压力位 对吧 你要 即使要突破 我觉得后面要突破 第一个 从政策的催化要更加强 第二个是什么呢 就是 是不是还有更好的超预期 就有没有更好的超预期 如果没有更好的超预期 那这个地方可能 最好的走势就是 要震荡 大家进入震荡 那么新轮汽车 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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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开始这个 在昆山举行的这个 就是新轮汽车 这个下乡的仪式 对吧 那么之前大家都知道 新轮汽车就是 有两个预期嘛 对吧 一个就是 新轮汽车在下半年的 这种 政策层面上的补贴 然后呢 刺激消费 对吧 因为车嘛 对吧 第二个是什么呢 就是 五月的数据 乘用车的数据 非常的好 对吧 所以这个都是 再加上一个 就是比亚迪的 整体的产业链的催化 所以导致说 新轮汽车在这轮反弹当中 就是特别是后半段 就指数加速当中 基本上新轮汽车 是一个绝对的主线 然后呢 催生了整个赛道 光伏啊 这个 触能啊 对吧 然后 这个 风电啊 这些东西都 都有不错的表现 包括 昨天我们看到的 那个青龙园的 就是 青龙园车的 这个 五月份的销量数据 也比予期好 所以今天青龙园板块 其实也表现蛮好的 对吧 所以 这些 其实都是 整个 赛道吧 我觉得是一些 有政策加持也好 包括一些海外需求的提升也好 所导致的这种 所导致的这种就是 基本面的一些变化 对吧 那么 风电 就是风电这块主要就是欧洲的装机 这个国内的装机 已经被北美地区未来的需求 所导致的 那么从概念 就是细分来讲呢 我觉得第一个 风电板块 就风电板块 应该还能 还能够往上冲一冲 就风电板块 感觉应该还有 还有点空间 储能 应该也是的 储能感觉 应该也是有空间 正常来讲 应该能够到这个位置吧 或者把这个缺口补掉 就是储能 就是我说的储能 对吧 储能 其他可能就是一些 补涨的品种了 就是电池 这个就是HT电池嘛 对吧 这个是很细小的 其他就是一些补涨的这个 个股了 我到了这个位置 反正我说 你要说完全 这个个股的涨幅都到位了 那不见得 因为还会有一些这个 就是 有些补涨的品种 对吧 就是可能 他前期的反弹并不强 然后最近补上来了 比如说像 今天的这个涨顶板里的股票 叫锦浪 锦浪就是属于前面 跌下去了 对吧 他今天又补上来 拉了个涨顶板 补上来 所以这个呢 就是 可能个股的节奏不太一样 但整体我觉得 反正就是到了这个 现在到了这个位置上 其实 新能源整体赛道的性价比 正在变得 就正在变差吧 我觉得 只是说有一些品种 可能还会有 补涨的预期 对吧 就是位置比较低的 这些东西 那么这是 我个人的看法 然后我们来谈一下说 那么接下来 比如说指数在这个地方 出现震荡了以后 新能源赛道休息以后 后面到底谁能带着指数 往上攻 对吧 那我觉得后面那一段 如果指数还要往上攻 就是3450点 挑战350点 这个压力位的话 那么毫无疑问 就是需要换板块 换什么板块呢 那一个就是科技 一个就是金融 我觉得如果科技金融 能够就是 共振的话 那整体来讲 市场反弹 在更上一层楼 是没有问题的 更上一层楼 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 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 市场可能就是一个 短暂的板块之间需要有一个切换 那么 讲回来 首先呢 金融这块 还是要看保险跟券商的 银行现在还不是 就是主打 那么今天你看保险板块 有一点点 反正就是 保险板块吧 我觉得就是 很明显就是有点支撑住了 对吧 然后他顶着顶着 券商呢 整个券商这块呢 其实红塔还是蛮强的 但是 所谓的强就是 他没有顶 直接顶到掌顶板 封死 对吧 那么这个就是 要看了 券商板块 我个人觉得 就是修整完了以后 就这个地方 修整完了以后 应该还有一波 还有一波 对吧 只是光大可能就差了 对吧 性价比差了 那第二波到底谁来带呢 就券商里面第二波 肯定还会有 有这个品种来带 那么第二波再上来 那就是主导 主导什么呢 主导指数 能够向3450点去进军 所以我觉得券商 应该是没完 对吧 只是说短暂的 需要在这个地方修整 所以修整呢 其实就是 我们就是以这根阴线 用这根阴线的 二分之一的位置 阴线的二分之一位置 画一下 那就大概是个阴线的二分之一的位置 那么如果阴线的二分之一位置被吃掉 就后面吃掉 不管是哪一天 对吧 你可以说是月末 也可以说是七月头 你只要吃掉了 那你就知道 基本上券商要形成第二波了 就是券商带着金融要去供 3450点 对吧 然后呢 大家也看到了一个现象 这个我去掉了 看到一个什么现象呢 今天地产板块也开始涨了 就整个地产产业 那地产产业是什么呢 就是今天 10点多的时候 语音的时候说了 对吧 就是现在 之前我们看到 其实地产在 二三 这个应该这么说吧 在三十线城市这种刺激 其实并不是很好 并不是很好 什么叫并不是很好呢 就是 你们没有 就是我们没有看到 明显的数据回升 虽然说有的地方说 这个 首付的比例 下降了 然后贷款的这个利率下来 对吧 但是你没有看到说 三四线城市的 地产的销售数据 明显的上升 对吧 然后呢 最近呢 反而是一线城市 就类似于上海 上海新开的楼盘 据说那个 就像大新一样的 就是这个 比如说 一套房子可能 有500个人竞争 就大概这个情况 400个人竞争 500个人竞争 300个人竞争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 特别是 1000万以上的这种楼盘 对吧 就是10万平米以上的 也是出现了强购 那么再加上呢 有一些说 其他的海归啊 包括有一些这个 其他城市过来的人呢 强购豪宅 强购豪宅 所以房地产正好是前面也调了一波 整体来讲是调整了一波 他在低位 对吧 就在低位 房地产就在低位 那么在低位调整的时候呢 就低位调整的时候 就是 现在出现了一个鼓掌 就有点像叫做板块之间的轮动 就是他位置比较低 板块之间轮动 所以我想 后面如果 从指数再要顶一个阶段 就是 站在指数要去突破 3450点这个层面上来讲 一个是金融 一个是科技 还有一个是什么 房地产跟基建 就大家记得啊 就这四个板块 房地产跟基建 算是两个板块 然后金融跟科技 科技主要是来自于半导体这一块 对吧 就是半导体软件都算科技 那么 这四个板块 肯定是要出力的 你再指望说 现在你让新能源赛道 再不断的往上顶 那我觉得 意义不大了 就是 或者说是 基本上 没有这种可能性 因为性价比已经放在那里了 对吧 所以他后面指数再往上 往前更上一层楼 也需要板块的轮动 也就是说 需要 第一位的板块 载起来 或者说是 调整了一阶段的板块 载起来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整个市场会良性 不然的话 如果你这样 3450点 还是要靠 这个全中股去 供上去的话 那供完以后 就调整了 就这些 比如说赛道股 就会面临着 这个高位的调整了 所以这是一个 从良性跟 这个市场经的 这个轮转方式上 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 对吧 所以我在昨天 对吧 我们这个给学员的 这个 周末复盘的文章当中 我也说了 如果你要让我选 赛道跟半导体板块 我觉得半导体板块的 性价比更高 就站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上 我觉得性价比更高 那实际情况 大家也看到了 一半到一半块 涨幅还行 对吧 涨了百分之 这个 涨了百分之1.87 涨了百分之1.87 那么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 旅游酒店跟大家讲过了 就是来回坐坐吧 就是坐坐差价 没问题 对吧 酒店 酒店的什么精灵放电 这些就是 都是趋势还是向上的 对吧 包括军庭 稍微差一点吧 但也还行 然后旅游就不说了 对吧 旅游板块就不说了 天幕湖之类的 你要坐坐差价 都能坐得到 都能坐得到 那么这个呢 就是 但旅游酒店这块呢 我觉得在六月份的下半场吧 只能坐坐差价 因为六月份实际上是旅游的担子 再加上现在上海疫情这块 还没全面的开放 对吧 虽然有些旅游政策的 刚要出来 但我觉得 可能比较好的时间点 应该在七月份以后 七月份以后 好吧 这个就跟大家说一下 然后 酿酒 对吧 酿酒最近也表现得比较好 然后 今天是金总之酒 涨得比较好 这个前面一天时间 涨得比较好的 这是那个老白滩酒 对吧 老白滩酒 我觉得趋势走得更好一点 后面反正大家记得 这个 就是 后面大家记得 反正就是逢低去解误就行 或者逢低去关注 因为为什么 他的业绩挺好的 所以中暴业绩上 肯定没有什么问题 好吧 这就是从酿酒板块来讲 然后呢 酿酒跟食品呢 往往是差不多的 对吧 最近的家电涨得比较好 一方面就是跟房地产有关 另外一个呢 就是整个家电的数据也蛮好的 家电数据也蛮好的 包括618的数据 京东的数据上看 整体家电的销售也蛮好的 也蛮好的 所以 我对赛道这块 我觉得涨到现在 应该是慢慢的要减一减 对吧 然后呢 你如果说是偏稳健的话呢 你就是食品啊 酿酒啊 这些东西 逢低时可以加一加 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医药 大家来看一下医药 医药我就统一了 医药里面也包括医美啊 等等我就统一了 你们看 其实医药的位置还是很低的 对吧 整个医药的位置还是很低的 但是医药呢 我跟大家说一下 医药我看了一下 整体来讲 医药 今年的中暴 业绩影响并不大 对吧 所以医药大家会发现 它实际上是一个穿越轴起的 你说经济危机也好 或者说是这个整个的社会的 比如说经济下行也好 但是对于大部分的医药企业 或者说医药企业来讲 它的业绩是相对稳定 可能也有一些影响 但是相对稳定 对吧 就也就是说 该看病的还是要看病 该吃药的还是要吃药 对吧 该投入研发的这种费用一分也不能少 所以整个医药板块 就有点像吧 你可以少喝酒 你可以 你说我钱赚的少 我少吃零食 对吧 这个少买衣服 但你不可能说 我有病不吃药 对吧 有病不去看病 所以这个不会 所以整体来讲 医药的这个位置是偏低 所以医药在后面 就医药板块 在后面 轮动补涨的概率极大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 就说昨天我写了这个医药嘛 对吧 就是 我个人理解就是没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后面 如果你是不是一个风险特别偏好的 就包括这个这个 对吧 也算是消费 医美嘛 就是爱美科啊 贝胎尼啊 对吧 花西生物啊 就是这些嘛 对吧 那么最近有一个叫 那个叫什么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 柏莱雅吧 柏莱雅对吧 柏莱雅 大家可以看一下 柏莱雅是涨的最好的 其实柏莱雅就是 历史新高了 当然到了这历史新高 大家也不要去 在这个位置去追了 因为你到了历史新高 他这个地方 肯定要经历一次震荡 对吧 然后等到可能其他的 再涨了 他也会再跟 短期不要去捧 我只是跟你举个例子 对吧 他既然 柏莱雅能这么涨吧 那你去玩玩这种 DC什么爱美科 贝泰尼亚这些东西 可能后面还是机会挺多的 对吧 包括华西生物 华西生物的缺点是什么 因为它在科障版里 可能流动性不是太好 可能爱美科之类的流动性更好一点 就这个情况 好吧 那么 这个是从医药的角度 然后我们来讲一个个股 对吧 大家可以看这个个股 就叫郑海生物 郑海生物创了历史新高 对吧 这就是医药的 郑海生物这两年 确实事情比较多 它的事情多在哪里呢 就是二股东的捷径 郑海生物 大家会发现前面捷径很厉害 但是为什么它能够 股价又再次创了新高 这个这种股票 我是会比较关注的 因为它能够领先于其他股票 装营高 其实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 你看它近两年的业绩 一直是稳步增长 也就是它的产品线 绝对没问题 就产品线绝对没问题 对吧 那么它是做医药再生材料的嘛 就是因为各种生物这个 膜的修复 对吧 所以呢 在业绩没有问题的时候 所以机构还是 在每一次市场 能够有机会回来的时候 或者说是 你看它跌也跌的 对吧 四月份也跌 但是当市场企稳的时候 它就容易马上回去 对吧 很快打烊线都拉出来 原因就在于业绩 对吧 所以呢 既然讲到这个 对吧 像这种公司 我就会比较关注 那么我的建议就是 进入到六月底七月份 对吧 由六月底到七月份 大家做股票的时候 除了选择趋势股以外 就去除了选择趋势以外 更重要的是 你要去看一下业绩 业绩是很重要的 业绩是非常重要的 不管你是做新能源赛道 对吧 就是做赛道 还是说 你做这个 就是 其他的 比如说 那是医药啊 半导体啊 等等这些 你要看的就是业绩 业绩的确定性很重要 对吧 因为 大家都不希望说 整个到了中暴期 去踩一个地雷 所以业绩这个层面上来讲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包括前面 比如说 我 我自己在做的选的 比如戴乐星产 这种星产 当然我 到了这个位置 我就不建议大家去买了 对吧 也不建议大家去追 我只是跟你说一下 为什么我会去选了做 最简单的一个道理 就是业绩 对吧 因为金刚线嘛 金刚线其实就两家公司嘛 一家是戴乐星产 还有一家是那个 主板的那个叫什么 东尼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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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东尼 东尼电子 东尼电子 对吧 就这两家嘛 因为东尼可能还有 芯片材料这一块 那么 东尼呢 只是这个就是 弹性稍微差一点 但东尼的位置也还好 所以就是业绩 大家可以看一下业绩 对吧 那么相比较而言呢 那肯定是 它的弹性会更大一点 戴乐星产的弹性更大一点 为什么它 盘子小呀 然后呢 业绩的增长 就一季度的业绩的增长 要比它好一点 所以你看 这就是弹性 对吧 这就是弹性 所以我就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你选股票的时候 对吧 你选出趋势股了以后 你选出股票来了以后 你要看的就是 业绩会不会有 不会有什么问题 特别是一季报这种 整体增长还可以 那么至少它半年报 整体出来 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对吧 如果业绩有问题的 或者说它本身 不在这个方向的 像这种呢 比如说 你商业的资源 新的新材料这些呢 因为它本身处在 一个涨价的周期当中嘛 然后需求也没什么问题 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 就是 很好的一个 就是做中报的一个潜伏 对吧 那么我最后说一下 那个煤炭跟这个石油吧 煤炭石油对吧 煤炭石油呢 我个人的建议就是 煤炭跟石油实际上 这波 今天的下跌 主要就是跟 国际原油下跌有关系 对吧 因为美联储刚刚加完锡 所以市场的 比如说黑色锡的商品 都在跌 对吧 那么这个 到底是一个短暂的下跌 就是一个短暂的下跌 比如说石油 对吧 是个短暂的下跌 还是说 通胀正正的意志 谁也不知道 那么 我个人觉得 没那么快意志 因为俄罗斯跟乌克兰的事情 没有解决之前 你要想解决能源危机 没那么容易 对吧 那么 最好的办法就是 等它有效止跌 有效止跌以后 你再进去做 做的其实也一样 石油板块也好 煤炭板块也好 中爆都还行 中爆都不差的 对吧 包括煤炭板块 整个的中爆都不差的 那么 煤炭板块里面 也是一样的 就是那些火电类的企业 对吧 虽然你看现在跌的比较多 像三枚过几下 什么跌的比较多 那它前面涨的也多 对吧 我看一下那个 对吧 像兰华科创之后 它前面涨的多 对吧 现在调的也比较厉害 那么等到 最好的办法就是 等到它能够 有效起稳 就是有效止跌以后 那你再进去做这个 就是 新的这个 介入吧 对吧 就是 反正就是这个 这个方向上 这个方向上 现在目前为止没有买点 没有买点 就跟大家说一下 就石油跟煤炭 暂时先不捧 暂时先不捧 好吧 那么这是从 板块的层面上来讲 今天日内呢 就是 周末发酵的嘛 冷水板概念 对吧 冷水板的龙头嘛 就是一个是客创 就是20%的 然后一个是 这个银帮吧 对吧 银帮是那个 应该是 银帮好像是 这个 宁德的供应商 宁德的供应商 就是这是银帮 对吧 那么连续两个板了 然后科创新元 也是连续两个板了 10%的应该是 松 那个叫什么 松尼 松之谷板 这是10%的 龙头 也是 冷水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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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这个是一个 就是 反正新的概念吧 对吧 那么这个概念呢 反正今天 总体来讲还行 比预期的要好一点 那到了明天 肯定也是个大分化 所以明天也 就是 今天没上车的 明天也不用去上车 我觉得没什么意义 没什么意义 就是一个可能比较大的分化 然后今天表现还比较好的 就是海上风电这一款 就大金正宫啊 这些东西 对吧 那么就是来自于 新能源赛道的 就是我们把它细分开来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主要就是风能这一款 风能这一款 风能储能这一款 那么都还行 包括宝银已经涨了三个 三个板 对吧 然后汽车这一块呢 主要就是那个叫什么 去03吧 浙江四宝 对吧 就是600 600 那么浙江四宝算是 最高 就是有点像 中通除了中通以外的 最高标的 对吧 那么反正就是 大家都在看中通 中通不倒 其他后面的可能就是人 之前是特列 现在是四宝 浙江四宝 那么这块呢 反正就是只能看看 我觉得只能看看 因为到了这个位置上 没有上车的 你只能看着 他什么时候 就是像内水中通啊 浙江四宝 什么时候 回落 对吧 唯一可能从 新能源赛道这块 还能补涨一下的 可能就是青能源 青能源可能后面 还会有些补涨 基本就这个样子 对吧 然后晶片呢 主要就是汽车芯片 芯片这块后面 还是主要就是 汽车芯片 我说一下 芯片这块呢 汽车芯片的需求 肯定是没问题 对吧 只是说 芯片的表现 比整侧还要差 然后MCU这块呢 可能当做一个补涨吧 就当做一个补涨 然后科创板 只要放量 那芯片里面 就是少不掉 华为的系列 因为华为的系列 大部分是在 这个科创板里 所以就是这个是一个 就是你做芯片时候 你要考虑的 两个维度 一个维度 就是来自于 汽车芯片 第二个维度 就是华为系 那华为系 主要是靠 这个科创板的流动性 好吧 这个跟大家说一下 然后呢 芯片里面 还有材料 材料呢 主要就是来自于 比如说类似像江峰 江峰呢 是做这个建设法裁的 对吧 还有一定的 像这种 像化威这种 对吧 也是 主要说光刻机的 一些这个材料 那么这两个是属于名牌 就是材料里面 找的比较好的 对吧 所以这两个 也是可以做 作为这个 半导体材料的一个关注 所以 整个来讲 目前反正 市场 我能看到的机会吧 就是能 就是大家去看 就是你能看到的这些机会 基本就这些 就这些 然后前期的一些纯粹的低价题材的 不要去碰 第二个呢 就是 最近比如说明显反弹力度很大的 赛道的一些高位的品种 我也不建议大家去追了 因为这个地方性价比不高 万一调整的话 就会比较麻烦 比较麻烦 所以 你找 找交易性的机会的时候 你要先看一下板块 比如说我说的 医药板块 半导体板块 其实位置还行 对吧 之所以包括今天的地产板块 除了地产数据利好以外 这更重要的一点 其实就是 位置 因为它是先跌下来的 先调的 就是 在新能源赛道 这个带着指数上升的周期当中 是 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 地产板块是低的 对吧 那么后面 地产板块 这块如果涨的话 那 还有一个就是建筑板块了 建筑板块肯定也会有机会的 建筑板块 也是经历了 就是 这里不是涨了一波吗 回调 再上来 对吧 然后现在的位置也低 所以 基建板块吧 只能说基建板块 基建板块 我觉得如果从轮动的角度上来讲 性价比 也是不错的 也是不错的 至少我觉得要比 现在 高高在上的新能源板块来的 更好一点 所以这是一个 就是 整体这个节奏的问题 好吧 那么 关于反正就是 中报业绩个股 我再说一个 就是后手 因为先手 肯定就是潜伏 就是我们所谓的先手 就是 我知道 他业绩可能很好的 对吧 那我就 他的趋势在 我就跟着他的 这个趋势做 对吧 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之前也选了这家公司 叫今天国际 对吧 今天国际 虽然 你看他就是趋势股 大家可以看 他就是趋势股 很明显的趋势股 对吧 这是他第一波 我当时没有赶上这第一波 因为他放量嘛 然后第一波上来 到了这个地方 就到了 就是这根K线的时候 我就知道了 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了 对吧 就没什么问题了 那么 因为他把这根阴线 给收掉了嘛 然后整个第二波的趋势 又慢慢上来了 那那个时候 你就可以开始 阴线买 阳线跑 阴线买 阳线跑 对吧 就大概就这种情况 然后就跟他做趋势 那然后看一下业绩 看一下业绩就OK了 对吧 虽然他是做物流这块 智能物流的 但我只是举个例子 那你要选这种股票的时候 你要很清楚 第一个趋势在不在 对吧 位置高不高 趋势在不在 整体位置还行 对吧 然后呢 业绩有没有 那么最好是什么呢 就是最好是 比如说 他又是很明显的 有赛道方向的 对吧 比如说有光伏支撑的 比如说有储能支撑的 然后呢 又是趋势股 那么最好是什么 没有 就没有加速 我应该这么说 就没有加速 然后成交量也比较温和 这种股票适合做潜伏 就是你先看板块 先看板块 对吧 包括医药里面的 什么 艾米克 对吧 艾米克这种 其实也是趋势股 你就知道了 对吧 他也是趋势股 就这种就是趋势股 然后我们之前讲过什么像 和声归业 对吧 这种和声归业 那他也是趋势股 位置其实还是蛮低的 并不是很高 对吧 他其实也就是 那也就是说趋势股 你就知道 我要阴线满 阳线跑 对吧 那业绩也还行 再加上归 现在是涨价的 归料是涨价的 那你就知道中报台也会好 那么这个就是有一个业绩的保障 就是这种情况 然后你看那个这个也叫 这是也是有机规 对吧 那这也是有机规 冬月归产 那么实际上也是一样的 道理都是一样的 只是冬月归彩 可能没有和声归彩的地位来得更好 一个是行业的龙头 对吧 所以这些都是 好吧 那么其他我觉得没有更多的跟他讲 也就是说 在市场指数有支撑的情况下 就是我说的 指数主要要不在五天线上 要不就在趋势线上 你就来回做 你就来回做 来回做的一个前提 第一个是板块的节奏 就你在什么板块里面 你进来比如说你挑两个板块 或三个板块 你就在这两三个板块里面做轮动 比如说 短期我觉得新农月归晒道 长得有点多了 或者说是 性价比不好了 那我扔掉一点 然后我去换到什么 比如说换到半导体 换到绿油 换到这个医药里面 对吧 甚至于说医美里面 就是这样跟他做轮动 那这样的话呢 我觉得第一个你不太 不会这个 有仓位上的烦恼 第二个呢 是至少 你不会 就是坐电梯 来回坐电梯 就是有板块涨了 你又没跑 对吧 然后就跌下来了 然后其他板块涨的时候 你又跟你没什么关系 就这种电梯你不会坐 就是在两三个板块里面 你去做滚动 做轮动 前提就是业绩 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去世故的 尽量做底细 去世故不要 不要这个 就是去追高 对吧 就不要去追高 所以 因为你想 我们是今天的课 对吧 老白干酒 这只股票 我是 我是在这个 遗产那边讲歌的时候 我讲的 对吧 比如说周五有人买的 有底仓的 那今天又是一个茶价 调下来 你去买了 冲上去 对吧 这种冲上去 反正你哪怕 赚个两三个点 冲上去 你就扔掉 然后你底仓成本就下来了 然后如果他周一再调 调调五天线 十天线这个位置 五天线吧 你再买 买了以后 才再少 你再冷 你的底仓成本就出来了 一下子就出来了 我举例子 就不提供个股的 这个推荐 对吧 我只是举例子 你怎么去做这个事情 那你就知道了 这是消费类的 对吧 我就举个例子 消费 就你在这个板块 就是这个两三个板块里面滚 很容易滚出利润来 好吧 那今天中午要跟他分享的内容 就这么多